講完1830年 直到1840年的時候 就是拿破崙的時代 拿破崙那個時代 發行建經 什麼人堅定對方去佔他的土地免行 這叫做病吞 但是路邊1830、1840年以後 歐洲所有最強的國家 都有機會來討論 說如果再用這樣 簽名不用去行 這樣的時候全世界到路邊 會變成一天都在建政 所以在國際法裡面有整個規定 就是說你簽名以後 你不能改變主權 就是說你不可以簽名 你改變他的簽名地區政府 政府 甚至在那裡你自己去逛 你駕的人出來做出政府 但是以後你就要撤退 這叫做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流亡的政府不能集體的合法 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我們有人經常聽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但是你怎麼知道 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在這個國際法裡面的規定就是這樣 所謂的流亡政府 就是說 你說 你原來的土地 法定的土地 你沒辦法在你原來的土地 走去白人的土地 白人的三市 成立政府 那叫做流亡政府 在這個國際上有很多情形 先是法國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法國被 德國佔領 法國的人 走去倫敦 成立流亡政府 這個政府 他叫做 French London 法國 誰在頭前 倫敦 就英國倫敦 誰在後面 就是說 法國流亡政府 在倫敦 比利時一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 去帝國占領 他政府的人 走去倫敦 成立政府 叫做 比利時 就是比利時 流亡政府 在倫敦 韓國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也是一樣 日本 跟韓國 然後韓國的政府 就走來 在 上海 比利軍 叫做 Korea Shanghai 韓國 流亡政府 在上海 所以我問你 現主席 我們生活裡面 有一個 很有名 叫做 Chinese Taipei 中華民國 這個政府 去參加世界的組織 參加奧運 參加這些組織 用什麼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的請舉手 中國台北的請舉手 中國台北的請舉手 你們還沒主意 你們還沒主意 還有一次 中華台北的請舉手 中國台北的請舉手 你們通通不對 不知我最好 你跟你們說 那叫做 中國 流亡政府 在台北 把你們逼 逼幾步 你們反應不過來 你說 法國 流亡政府 早在倫敦 叫做 French London 中華民國 立委的土地 在1949年 走來台北 建立 他的政權 這不是流亡政府 那不是什麼 台灣的土地 也不是他的 你不能一天再問 你說你是中國人 你這個土地 就是他的 NO 1895年 他可以掛給人 我問你 你阿公阿嬤 如果本土地 賣給人 那個土地 你現在嫁成他 你說 我們阿公阿嬤 不小心 嫁給你的 不遵守 那不行 不行 你聽得好嗎 所以 請你台北 不是你叫 反而說 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就是你 安慰你的心而已 其實是什麼 全世界的組織 都跟你說 你中華民國 立立王勝負 所以請你台北 是中國 是中國 流氓 政府 在台北 中國聯防政府 在台北 你看 你多久了 你們這裡看起來 有幾 笑話有笑 比我更輕 你是不是幾世人都不知道 我再問你 中華民國去參加 世界貿易組織 用什麼名 喂 喂 喂 沒有啦 歐別說 貿易 世界貿易組織用什麼 世界貿易組織用什麼 世界貿易組織 蛤 沒有啦 現在他在亞投房 亞洲投資銀行 這個中國的基型 有沒有 現在就在家裡說 台灣要參加 不知道要用什麼名 要用 台北 還是要用 獨立關稅領域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沒關係 因為李政委也不知道 我跟妳補正李政委 剛才開始不知道 李政委他也不懂 所以有一次 差不多在 2004年的時候 李政委叫我去 他說 來來來喝喝 他說 奇怪 為什麼台灣去參加 世界貿易組織 用獨立關稅領域 這什麼意思 我問他 你也這個很奇怪 獨立關稅領域是 你叫蔡英文去參加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開花通過 叫你用獨立關稅領域 什麼你不知道 他說蔡英文也不知道 蔡英文去參加的人不知道 美國人家說 你用這個名字你就會過 我才說 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關稅領域這四例 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美國跟墨西哥戰爭一後 美國去參加墨西哥的一個艱口 那些行李人說 我現在最近要交給什麼 要交給美國嗎 還是交給 原來墨西哥的民政婦 所以就將這個艱口提高 去追高反應 反應 反應 反應說 他創造一個名字 被佔領地區 叫做 關稅領域 為什麼 獨立關稅領域 因為 金門跟媽祖 是中國的 他記得 不是我們的 金門跟媽祖 是中國的 他是叛逃的 兩個地區 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 在世界 法律上 叫做 獨立地區 離開中國 在旁邊 獨立的地區 所以 如果金門跟媽祖 去參加 世界貿易組織 應該叫做 獨立關稅領域 但是 台灣跟朋友 現在要什麼地區 什麼地區 什麼地區 好 好 夭壽 啊 長上口 上幾部 大家都在笑 歡喜啊 雖然不記得 台灣朋友 什麼地區 日本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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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說 日本的靈魂 跟日本是不一樣 你聽不懂 天空是天空 日本是日本 是日本天空的土地 所以金門跟台灣跟朋友 是分離 和日本的本土 日本的本土 已經分開 漸時分開 所以叫做分離 關稅領域 但是今天 台灣是 中華美國在統治 中華民國統治 金門媽祖是他中華民國的 所以這系列土地 全世界世界貿易組織就跟你說 叫做分離 獨立關稅領域 就是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去參加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參加世界貿易組織 用獨立關稅領域的觀念 就是這樣 你只看 千里西北 獨立關稅領域 只看 這兩個名字 你就應該知道 什麼 台灣是 是中華民國的地方 到今天 還是被佔領地區 你聽不懂 還回來說 劉王政府 中華民國 一九四九年十歲 叫毛鐵中 有武裝叛變 叫他們掛出來 毛澤東在十月一號已經宣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中華民國消滅了 現在消滅以後 他要 沒有去抓到高級幹部 包括中華洲 就選到台灣 那時候台灣 剛才是因為 一九四五年 麥克阿瑟 九月二號 一般命令 第一號的命令 讓中華洲占領 他記得是占領而已 不是他的 就散散機會 對啊 選來台灣 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號 他宣佈 復刑事事 就是他總經理 當事長也沒做 已經兩三年沒做了 過兩三年 又回來這個公司宣佈說 我又做當事長了 你看這樣才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嗎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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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做成你的經驗 當事長是一 出在外面 七二三年 又回來你們公司說 我又回來當事長 不可以嗎 當然也不可以 所以 1949年十二月三號 他說 將中華民國牽來台北 不是劉王政府是什麼 中華民國牽來台北 台北不是你們家的 不是你中華民國的 你怎麼可以牽來這裡 你這是占領的 所以他的身份兩個 一個就是 占領台灣 第二 就是劉王政府 這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的身份有兩個 不知道 第一次我們兩千塊 六年十月二日 去到美國 你告訴我清楚 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東東啊 現在已經打過出來 所以在今年 二月二十八號 我們又到美國 這人權的非相當 我上課有說 我們為了那種公文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 所以 我們台灣人本來是 日本第一國的國際 把我們變成中華民國國際 你們的別府你看 怎麼有同意 你有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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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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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都沒有 你已經飛起來了 搞不清楚 很可憐 所以全世界最可憐的什麼人 台灣人 全世界最可憐人 打拼賺錢的什麼人 台灣人 做見面 挑戰 台灣人跟牛 跟豬 跟雞 都一樣 你養雞 要做什麼 要台 中華民國養 台灣人要做什麼 要給你 交稅金 所以我們跟雞 一樣 我這個形容 也許有一點過分 但是說實在 拼到要死 你交稅金 是絕對不行的 你要看台灣人 怎麼要去做兵 我如果給你占領 你占領我 我就不用當兵 而且你要保護我 更何況 我們也不需要買武器 賤領的人 要幫你保護 所以我們跟美國 美國現在很操 操台灣民眾 很怕 因為台灣民眾告訴我 喂 趕快讓我台灣變成 恢復這個 國際地位 正常的地位 恢復正常地位 再來算 我們去做兵要背嗎 要去握手 不用去握手 不用背你嗎 真的假的 你甘願做兵嗎 這麼高級的台灣人 當然要背 我也去做兩年 心有未肝 以前你去做兵的廟翻看 你不知道啊 我們哪要做兵 我去握手 我哪要做兵 琉球去給美軍 折領 哪有叫琉球的人 去做美國兵 沒有啊 伊拉克去給美國 折領 哪有伊拉克的人 去做美國兵 沒有啊 折領 不可以宜尊珠 包括不可以 叫你去做兵 所以美國剩在等 我說 比較慢一點 到達時 但美國 他也 很夭壽 他跟我們開一個兵 他說 你叫台灣人來接政權 來啊 我贏你啊 兩千控告你 細微垂七 夠贏 美國國務員說 來 你來接政權 我還給你 我們就很高興 跟律師說 來 開開 開開 我要接 他跟你說怎麼樣 含那個Raja Lin 就不是台灣人 蛤 我不是台灣人 你說你叫Raja Lin 拿證明出來 拿什麼 新聞證 你叫他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哪有 嚇台灣 啊 真的耶 沒有嚇台灣耶 一邊拿課照出來 中華民國 死啊 你根本就不可以證明 你是台灣人 在法律上 我們總之法律 我們現在台灣人都怎麼樣 我在台灣出事 我吃台灣水 喝 喝 喝台灣水 吃台灣米 我台灣人 屁啦 有人哪 雙雞都不可以 都不去台灣人 歐巴桑 有 你的元氣很好的耶 你那要做到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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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暗號 人家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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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學生 你不可以黑白說 黑白說 我們去給美國人笑 美國跟我說 你不是台灣人 你不可以接政權 所以一直跟兩千空十年 美國的 國務院協助我們 設一個辦公室 在華盛頓地區 一直走 在華盛頓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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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在美國的協助資訊 我們寫出來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按照這個法案 我們2011年 公開給台灣人申請新聞證 美國國安局的一個公司來替我們做新聞證 所以那個新聞證都是美國做的 不是在台灣做的 我們一個要做 全台灣 亞烏修 後來說在我們家的樓下的印刷槍做的 這種會有人相信 所以我跟他說 如果在我們家的樓下的印刷槍做的 我說你跟他修書 你有樓下拿去跟他修書 當地說來我跟你修書 我們來去秘書長的樓下 找到那間公司嗎 如果有這些錢給你 如果沒有你叫他欺負錢 台灣人喔 真是很糟糕了 台灣人要怎樣 富貧 派賈 所以 阿還有呢 愛錢 不錯 再不要說 蛤 還怕死 我跟你說 你所說的這三個法案 全世界都一樣 美國也跟我說 你們台灣人就是這三個缺點 愛錢 怕死 要做官 大家也要做官 大家也要錢 大家也怕死 這一定的嘛 但是問題是這個程度有所不同 再來 我現在公議在王庆府 既然 中華美国是在王庆府 我們就要他出去 六十九年了耶 但是這六十九年了 台灣人的頭號轉不過來 好 大桌 給我上課 不要給我上課 給我上課啦 好啊 給我上課 我對他的這個元氣 元氣在日本的 就是元氣就是精神很好的 不好意思 給他鼓掌 不簡單耶 真的不簡單耶 但是喔 下課你才給你不簡單 現在給我不簡單 我現在要找我 我現在要找我 你不用找我啦 你找辦公室的人就好 來 我講他去 我講 我知道 我知道 好啦 沒睡了 好好好 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 美國華盛頓DC的辦公室成立 一直到現在這個辦公室都要在 美國國際協助我們 開始製造新聞情 美國的國家安全局派高的人 去生了一個公司 那個公司做兩個國家的新聞情 一個是台灣 還有一個叫做科威特 科威特呢 在半年裡面 兩三百萬人的新聞情做好 但是我們台灣 台灣民政府做一年 新聞情沒有超過一千分 兩千塊十一年 沒有超過一千分 這沒有超過一千分 美國的社 聯邦跳 國安局就說 欸欸 好啊好啊 我們要把這個公司 shut down 就是要把他關起來 夭壽 讓你關起來才可以 那新聞情不做 怎麼可以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做 不然這樣 我幫你補你的 優勢啦 一個月要多少 你說 一個月要八千塊美金 啊 後來我們這個幹部 大家 這個 這個 這個口袋 人家要破 啊 威特給它動起來 一個月補他們八千塊 當然 剛才愛人家 那個要設公司的時候 買到那些錢 都在那裡 那些錢 只有那個部分 一佩的 二十萬美金 我們有向我們 大家收錢 沒有耶 你來到台灣 民政府 有樂捐嗎 沒有耶 外面 這些不佛的人 或是那些通牌 都叫我們什麼 詐騙集團 你有聽嗎 有聽嗎 你好担当 你又來詐騙集團 但你這個詐騙集團 有騙集 有給你拿錢 有叫你高錢 有的牌手 有 高錢 有啦 有啦 你完工 我告訴你 你說什麼錢 費用啊 那個費用 不是台灣民政府收據喔 欸欸 我給你聲明清楚 你們來這裡 這個地方叫什麼東西 水月園 花園 農場 那錢 不是我們收的 不是台灣民政府收的喔 你來這裡 跟他們睡 跟他們用東西 要高錢嗎 你說 你去民宿 要高錢嗎 要不 要不 不用的手 要的手 有良心啦 所以你的錢 不是高到台灣民政府耶 一毛錢 我們都分不到耶 你現在看到那個外面那些都做志工耶 創給你吃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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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菜啦 待會兒 中途要切飯給你吃 那些都志工耶 那些都沒錢耶 在那裡掃頭那些都志工耶 你說這些人有愛台灣 真愛台灣啦 就不知道要怎麼愛台灣啦 所以自己主動 受分意要自己 卡電話來說 我就可以 我來做志工可以嗎 我們說歡迎 所以你看看 你看我們這裡 所有的員工 不是 那不是我們叫員工啦 我們不跟他爭 都是志工 所有的工作 都自己叫你去做 很感動啊 我們的工廠也是一樣 都志工耶 我告訴你 剛才開始也不怕你知道啦 20 2010年的時候啊 我們上課的講師喔 教聖要交飯錢啦 不便宜耶 真的這樣耶 是近兩年 我們去跟這個老闆說 他說 欸 我們這麼辛苦 我們來做工廠 我們就 中途吃飯 就要交錢 他說這樣啦 現在人家比較多了啦 中途吃 暗室 才是不用交錢 這樣可以嗎 以前在這裡住宿喔 這些志工都交一半耶 你們如果交一萬塊 我們要交五千耶 大家都一苦熱情啊 想說要叫台灣 這樣而已 這說起來都很感動 我沒有跟你騙 當然啦 有要叫台灣的也有啦 不然要叫台灣 叫後面也有一堆耶 調達局 中華民國的調達局 國安局 開錢在這裡上課 上課的時候 很奇怪 現在上課 下課去外面就跟你說 不行 不能去上課啦 上課是要創事 有人跟他家圓 他說 你自己去上課 你叫我媽媽來上課 台灣人 有的會相信啦 也有人上課到國際班 就做進兩三個 還去生立一個 一個做進 可不可以說 台灣民政府 他就去做這個什麼 台灣自治政府 做這個台灣臨時政府 做這個台灣 台灣人民政府 台灣國 台灣臨時共和國 我告訴你 台灣民政府這五日 是不可以變政的 這是戰爭法下 被佔領地區的老百姓 自己要去成立 而且佔領者 一定要承認的一個組織 叫做台灣民政府 英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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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改變 不可能啦 國際法定的嘛 所以 但是 台灣人 我就跟你們說 好騙 不可以 上課 上課 也有成立什麼 大日本國 大日本 後援會 你不是說 我們都日本人 明天來申請日本護照 上課國旗班 他就要申請日本護照 你看他申請的行嗎 沒過 是怎麼沒過 沒過 沒過 是怎麼沒過 我們是真的日本人 我們 沒有啦 不是 不像這樣 台灣人齁 這點是 怎麼很不清楚 我跟你說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的 祖先是日本人 我們就是日本人 大日本帝國 還有一個嗎 你想想看 第一 大日本帝國有一個嗎 有的握手 有的握手 你覺得有的 你是真的握 是怕握 是看人握你 你再握 不可以握手 大日本帝國有一個 證明在哪裡 好 好 你有上課口嗎 蛤 昨天 昨天 我還沒說 他先把他講 沒有錯 日本天皇 如果有在 大日本帝國 就有在 你聽到嗎 只要日本天皇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只要英國女皇存在 大英帝國就存在 但你走到日本 是不是 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不是 因為麥克阿瑟 將日本的憲法改兩條 第四條到第八條 改過 就是 不一樣的憲法 標示 日本 這個國家已經改名 已經換名 所以 日本人 陳主持是 日本天皇 國民 國民 但是 台灣人是 日本天皇的 神明 臣民 台灣人是 臣民 你想想看 臣民更大還是國民更大 當然是臣民更大 黃民就是臣民 黃民就是皇帝的子民 皇帝的子民就是我們 再來 我講一個例給你聽 安倍晉三 北方四島 你知道 他一直要把蘇聯討 他已經討過幾次了 最近這兩年 去跟普町記民 普町很不客氣 跟他說 北方四島 不是你日本的 你安倍晉三回去念書 再來 他回去想想 是不是我聽不到 普町做一個總統 叫我回家 像小學生 第二次 普町又說 你回去念書 北方四島不是你的 這邊 安倍晉三 沒辦法派人來 來找我們 派他的律師 叫做德勇 律師 來我們這裡 上課 開會 安倍你說 是怎麼 普町這麼沒禮 叫我回家 我回家 北方四島 不是你們的 不是你日本的 嚇一跳 他說 蛤 不是我們的 不是誰的 我說北方四島 什麼人才能討 你知道嗎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我台灣人 可以討 蛤 哪有可能 我說台灣人是什麼 台灣人就是日本的臣民 日本天皇的新民 但是你日本 北方四島是 俗 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不是你現在 日本國的土地 大日本 對國 英雄叫他改起來 改造新的 日本 政府而已 法人已經不一樣了啦 所以我要說 要討北方四島 要拜託我台灣人 他怕一條 馬上就回去說 現在安倍也知道 所以安倍回去開始說 我要修改憲法 要從原來 安倍 麥克拉斯 跟他那兩條的憲法 隆重改革過來 恢復原來的 帝國的憲法 我告訴你就是恢復喔 不好意思 我台灣人變成你這樣去 我台灣人變成你的大兄 算李兄 如果日本 我們來大日本帝國是大兄來講 我們台灣算李兄 怎麼說 我們是老百 殖民地變成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老二 大哥老二 但是我們來 大哥 因為建政失敗 死掉了 為什麼是 他的憲法鄉改革了 第四條跟第八條改革了 所以現在的新日本國 三帝 大哥 二哥 三帝 大哥可以站起來 什麼人做主 老二做主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去日本祭拜 建國神社 我說我會靠頭前你走後面 日本人是唱到哪裡 我說你不用唱 我如果法我恢復正常話 我就要跟你日本人說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台灣人比較聰明 這不然我們建政反 我們先發現 日本人就要來這裡有建政反 所以 你不要一直以為我們台灣人 是沒有 沒有自己 沒有自己 那你台灣人 如果去我中國你就站起來了 幾個年前我就說 中國 絕對不會打台灣 為什麼 中國不要打一條飛爭 打一條青蛇來台灣嗎 不是 因為過去江澤民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胡錦濤 開始就改變了 胡錦濤是怎麼改變 因為他跟歐巴馬開火 開火之後歐巴馬跟他說 你不能用民族主義去說那個 台灣英文不給你 台灣也英文不回來了 我這張圖給你看看 台灣在清條當時 會地圖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台北人都怎麼看 來 這張圖給你看看 這張圖給你看看 這張圖給我 你有沒有看 一去一去三五年 法國人有的 福建省跟大園 大園就是台灣 台灣 我問你 這邊 沒去 國民黨說 那時候沉在海底 你要相信嗎 相信的手 沒有相信的手 不知道怎麼手 你怎麼這麼傻 這當時沉在海底了 我講話 我講話 你一樣要輸口 沒有啦 沒有啦 浮票的 你不懂得阿白說嗎 我 你最可說的 你不要叫他這個 你記得啦 這個土地本來就有 這個叫後山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台東跟法連 本來就普遍那些 因為 這個 好像 這邊的六個屯田 就是清條館的 所以這個清條 簽這個 馬關條 簽那個 日本天狼的孫 很夭壽的 日本天狼 就是他都都管的 一個來 夭壽 沒有說 做一個翻空 那個有出一個 叫做賽德克巴 你看 那就是那個 所以 所以 假扁的土地 根本和中國 也無關 所以他怎麼 交民陪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 領土 放屁 根本就不是嘛 所以現在 中國知道 知道要怎麼 胡錦濤 和 習近平說 這樣改變 他現在說 台灣是中國的 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什麼叫核心利益 我就聽不懂 中國人 要求 用那個 奇奇怪怪怪的 我們也可以說 你中國 是我的核心利益 對不對 所以 台灣這個土地 我給你 保證 永遠 不會讓中國 客氣 你也打一個 破壞 你讓 歡迎有夠萬 唷 想你的客氣很辛苦 都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說台灣不是中國 也歡迎也爽 也要拍拍到不用 那聽不懂 為什麼說 台灣不會讓中國拿去 台灣絕對 有一天 不會跟日本合併 我這聽不懂 台灣不會 雖然是日本天皇的 台語不一樣 日本人是國民 我們是神明 但是 都是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 就是什麼 好像紅街道店的神明 你做得不好 神明會把你打下去嗎 你家裡的神明 會把你打下去嗎 會去手 不會去手 有的都不敢去 搖手 說到神明 這麼嚴重 不會啦 但是 你的心理 會怕 會怕 後來台灣就很煩情形 台灣的主題 但是跟日本修法官的 好像有關係 又好像沒有關係 台灣的地位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很複雜 我的時間到了 明天繼續說 謝謝 謝謝